接下來要進行國會農統改選 包含藍綠都遞出橄欖枝 這尤錫坤表示小港當議長也是種常派 另外國民黨副本其實也揭建了國會改革 民眾黨目前支持什麼 第一點我們在黃國昌有主導國會改革事項 有講出四樣 人事同意權 還有聽證審查權 還有一個是利益迴避規範 最後一樣是相關警衛公開透明 我們還是希望說要競選的人還是公開回應 那我現在看起來到現在為止只有傅昆綺有公開回應 其他的到現在也沒有公開回應 所以我們希望說凡是要選人先 先表達他願意支持國會改革的意願 我們再決定說我們要支持哪一邊 但是傅昆綺他說國會改革是基層小草的期盼 他也提到很多次的小草 會覺得是在跟你們來拉票嗎 還是覺得說是他們國民黨內鬥找你們這樣子 第一點國民黨要怎麼推我們還是不曉得 當然我是主張還是要有初選的機制 還是盡量走民選機制 那個民主的機制出來 那我們對我們來講是 反正如果有人有支持我們的國會改革的意願 我們到時候再來處理 黃珊珊說不會跟任何利益團體做交換 這是也代表說不會有所謂的綠白河 因為好像有說可能會變成是黃珊珊跟游錫坤來做搭配 所以這樣啦還是那樣 我們還是期望說大家能夠踴躍的 呼應 台灣民眾黨對國會改革的 訴求 看看大家怎麼表示 最後幾天 我們民眾黨內還是演 會有一個黨內的民主機制來決定我們要怎麼做 如果都沒人回應 那 有回應有回應的做法 不回應有不回應的做法 最後得到什麼 大概28還可以 不關其力在這裡 不是為了任何的職務 而是 帶著我們這麼多繼承百姓茵的期盼 30年來要求的國會改革 應該立即的來進行 而 這屆新的國會的議長也必須施以 國會改革為主要的任務 傅崑奇在這裡宣示 如果 傅崑奇擔任國會的領袖 會在18個月內 完成立法院的 聽證權 調查權 以及 把所有的 這個國會的議事 攤在有光下 所有經費的 使用 讓全民來監督 並讓 中央政府 能夠 不會再有任何的弊端 讓 我們的國家 能夠清延 政治能夠透明 是這一次 傅崑奇 希望 參選 國會領袖 最重要的 原因 我們在這裡 再一次的承諾 如果 傅崑奇 能夠有機會 來擔任國會的領袖 18個月內 沒有完成 國會的改革 落實 所有 聽證權 調查權 陽光法案 以及所有 通明事下 回應 基層百姓 陰陰的期待 18個月內 如果沒有辦法 來完成 這個國會 領袖 就應該要持續 領袖的職務 在這裡 傅崑奇 會現場的來簽署 承諾書 我們更希望 不管誰 要來 登任國會 領袖 都必須要 公開的 承諾 18個月內 要完成所有 這個 立法的程序 讓整個國會 能夠在 陽光之下 屬於所有 基層百姓的權利 能夠伸張 拜託 我們請 一 thumbnails 出來 我們請 請 請 市長,郭文貴表他要來針對立正總統,你怎麼看? 各別委員他們的一些行動,我們不應平等,我已經說過 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當初原始的想法 是看到民進黨貪污腐敗太嚴重 因此我們希望在野的立法委員的席資,國民黨的席資能夠增大 盡一己之力,讓國民黨立委越多越好當選 那我們也希望過去八年民進黨的貪污腐敗 未來在賴清德領導之下的政府,能夠良心發現改邪歸正 可是我們不知道,善良的台灣人民,完全不曉得未來四年 賴清德的政府能不能夠清廉執政 這個時候在野的所有立法委員團結起來 形成一股強大的監督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別,我們再三跟選民保證,我們一定要恢復特徵組 專門針對貪污的大官要整辦 所以在野的立法委員希望大家能團結起來 這才是我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給自己的要求 我也相信是廣大的民眾對我們的要求 讓我們一起團結起來,謝謝 昨天附奮請發了這個 我的答案就到此 請請請請請委員發言 這個附奮請表態要來真正的立約籠頭 那請今天彥謹你這個政府立委就是要凝聚共識這個部分 會不會擔心黨內有分析的情況 來啦 不會有分析 這個基本上我想立院的政府院長 其實在整個立法院他跟行政院之間的角色實際上非常重要 過去八年以來剛才韓勝也提到 人民對於如何監督政府這件事情 而且要有效監督這件事情 實際上是充滿疑慮的 也因此我們搭檔希望能夠競選政府院長 就是希望發揮在野合作的力量 來監督目前的執政黨 雖然目前的執政黨他們在立法院並不是多數 但是總統的權力畢竟還是很大 所以如何發揮有效的監督力量 也是接下來我想廣大人民的期待 那這是我們願意來參選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我們會並肩作戰一起努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如果我們國民黨要講頭髮他就要退出 那對這個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已經多說明過了 國民黨可以非常地環節一致 這些剛才您剛才提到的那個環節是要有的 事實上我相信韓江沛也會堅定的環節一致 然後我們最後大家一定是環節一致 國民黨一定是輕輕排排腳踏實地 團進團出 這個中間的過程 我再一次的呼籲民主黨擔心得的東西 就是臺灣民主的形勢感 民主黨不要再搞這些金錢 然後權力交換 任何的奧國都會讓大家抗體 新的執政團隊 也對臺灣的政治是重大的傷害 那主席有沒有針對那個副委員 跟他談過這個事情 有沒有跟他勸退 我已經說明過了 我們國民黨大家都很清楚 明天就是我們的政黨 我們的所有黨團成員的談話會 那明天大家就可以參加我們國民黨 希望大家都是環節一致 那主席假投票這件事會進行嗎 我們不做假設性的說明 黨團是自主的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了 我們都是環境環境 而且是兼併的防行種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反省